有心有爱的婚姻为什么老公还要背叛 我给你们读一封粉丝的后台留言 他说我在2023年11月23号 第一次发现老公背叛 她是一个19岁的女学生 吵了闹了她想回归 结婚18年她一直对我很好 我通过咨询婚姻咨询师 给了她一次机会 签了婚内财产协议 支付了我18万现金 从12月到今年1月这两个月 过得都挺幸福 能感觉到她很爱我 可是1月31号晚上 她再次骗我说出去应手 其实是去PC 最不能接受的是 1月29号 我俩才过过夫妻生活 而且还挺和谐 为什么她还要去PC 被我抓到要离婚 她还是不想离 这样反复出轨 还能继续婚姻关系吗 我看完这个内容 我想先强调一次 男人的批 或者找情人这些事情 在老婆看来 或者老婆眼里看来 事情都是一样的 但其实从男性心理上来讲 有很多的不同 你说你俩过完夫妻生活 两天过后 她又出去找 你说你们的夫妻生活 挺和谐的 但是也许对她来讲 可能她并没有得到满足 或者她并不觉得和谐 所以她才会在 这么短的时间出去找 你说第一次 她给了你18万现金 签订婚内财产协议 我不知道是谁 给你出的这个主意 要这样签婚内财产协议 是不是你们签完协议 过后就什么都没有做了 如果是的话 你给她传递的信号就是 你是接受了花钱的刑事的 你们的婚姻是买卖关系 她可以花钱 做她想做的事情 这是你认证的 那钱就是补偿嘛 我做了 我就给你钱 所以她会继续做 那这样做的后果就两个 第一是 她以后怎么背叛你伤害你 只要给你钱你就没事 那第二就是 她不再会认为 出去做那些事情 是一种背叛行为 因为给你也照样花钱 区别就是 可能给你花得多 给别人花得少一点 你养了孩子 别人满足她的欲望 所以如果你想要这段婚姻 你得去了解 她类型真实的需求是什么 她对夫妻生活的需求又是什么 你不去了解她的需求 只是强硬的 去解决这件事情 那早晚她还是可能会去花钱 买她想要的服务